中學生作文很多時候都會用到一個概念叫做市民 市民的英文很多中學生第一時間的標準翻譯 就會用C字頭的字CITIZEN 聽起來是很合理的 香港是一個CITY 而CITY的人就是CITIZEN CITIZEN CITIZEN 非常合理 正如Netizen 是網民的意思 雖然字典說它是informal 或者humorous 的用法 但我們都會覺得它是由CITIZEN這個字衍生出來的 住在網上的人叫Netizen 住在城裡的人就是CITIZEN 好像很合理 但收到同我的作文一篇兩篇三篇 一個兩個三個都是這樣寫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又說不出有什麼怪 直到最近終於做了少少研究 我講得出它有什麼怪了 最近看了一份政府新聞公布叫做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和反對美國香港政策 法部告及美國國務卿相關聲明 裡面有4292個字元連標點符號 其中用了四次市民這個詞語 都是香港市民這樣出現 我們看看他們的中英翻譯 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Wires uphading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Hong Kong people 這裡的市民是people 為香港市民服務 Serve the Hong Kong public 今次的市民是public 該等法律讓廣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 Such laws have enabled the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to return to normalcy 今次的市民是community 特區政府堅定維護香港市民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和自由 CHKSAR governments steadfastly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enjoyed by Hong Kong people is protected under the law 第四次亦是最後一次出現的市民亦做people 這份研究材料令我非常興奮 原本我只是想印證市民不是立戀對應citizens 但這個英文官方翻譯告訴我 市民的確不是對應citizens不僅僅 還可以對應很多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意外收獲 我對於google books andgram這個工具去看到 people,public,community,residents,local,citizens的使用率 反而citizens其實很少會用到這個詞語 那我就問AI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用citizens這個詞語好像很Odd 那AI沒有否定到這個問題 他就好像同意我的感覺 他說citizens這個字其實是一個legal或者formal的status 一種法律身份正式地位的意味在這裡 所以當你用citizens這個字 一些有法律意識或者政治觸覺的讀者朋友看到 他就會想到noncitizens這個概念 即是一些未得到citizenship地位的 包括一些新移民、遊客 或者因為各種原因而得不到citizenship的人 所以用citizens這個字是有一種抹殺了或者排斥了某一些 很可能都是你心目中叫做人民或者市民的概念的人 所以用中文去學英文符記不是問題 問題是要用一個正確對應的中文 所以citizens不是市民 它是公文 這個是牛津字典的翻譯 A person who has the legal right to belong to a particular country 見不見到legal right? 那你說 慢著 看看2號解釋先 A person who lives in a particular place 居民、市民 是不是? 即是沒問題 慢著 看看例句先 When your old people treat you like a second class citizen the decent law abiding citizens of this city 是不是? Second class citizen,law abiding citizens 都是有政治意味、法律意味 最有趣的是兩句中文翻譯 都是譯翻做公文 再有趣一點 我們又看看1號解釋的例句 The defeat of the president did not change the lives of ordinary citizens for the better 總統的挫敗並沒有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 An economic slowdown that has left millions of fellow citizens unemployed 一場導致數百萬同胞失業的經濟水退 反而1號叫做公民 但它的例句好像市民、民眾、普通民眾、同胞 所以各位同學 其實利用citizens去說民眾、市民、同胞 根據這兩個例句 其實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的研究依然是進行當中 我不能夠說citizens是錯的 它也都的確不是錯 不過呢 我的語感告訴我它是怪怪的 一個不是很常用的字 而當我在Google查這個香港citizens的時候 第一個得到的result是Hongkongers 所以是一隻字可以拆開兩隻字 同學都可以多些用這一隻字 收集結果也很快到入境事務處 告訴我們 A Chinese citizen is a pers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其實citizen 公民身份是跟國家的 正如剛才牛津詞典所寫 citizen is a person who has the legal right to belong to a particular country 香港的country就是China 所以只有Chinese citizen 其實是沒有Hongkong citizen 這裡也似乎告訴我們 Nationality和citizenship很大程度上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法律上、政治上 這個是重要的 其實這個釐清可以說 相當之震撼而有趣 你以為字面是city 一個城市 眨眼已經升格到Nation 一個國家的層面 所以有時從字面去學生字 都可以很危險 正如中文 我們是沒有香港公民這個概念 只有香港居民 香港永久性居民 和中國公民這些概念 再說一次 這些概念在政治上、法律上、學術上 都是很重要的 後記 我做完這條片才想起 我的學生經常說 CSD 就是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公民與社會發展 今年第一屆開考 所以我發現已經是班門弄虎 在這裡浪費時間 但做些什麼的資料 都不知為什麼 都不知說給誰 因為大家已經認識 應該反過來 說給我這個老人家 才是 只不過這樣 那些在作文寫HKC的人 又好像真的 我自己的學生 又好像真的 接下來要考這屆DSE的CSD 所以我現在只有一個願望 就是他們可以平平安安 無災無難 在CSD這科 取得合格的成績 其他什麼英文課 什麼聽說 讀寫四份分卷 已經一點都不再重要了